由合成新业股份有限公司捐赠给新北市政府一款智慧型的自动量测体温机 经由明镇局评估各公所需求配置 在新春廉价之后,金山区公所入口也配置了一台 不仅可以量测体温,喷洒酒精,亲切的台语发音 以及侦测人脸是否戴口罩,全都一击搞定 堪称是最佳的防疫神器 春节长假结束迎接新的一年上班日 金山区公所服务台有全新的气象 现在民众进到公所洽工不再看到服务台志工举着额温箱与酒精喷腔 取而代之的是智慧型人脸体温辨识的防疫神器 让志工免去量测额温的近距离接触风险 也让公所的防疫工作更有效缺失 我们很感谢合成新业公司 还有以及我们新北市政府 合成新业公司这次赠送了一批自动的体温感测器 市政府优先把它分配给我们北海岸几个地区 像我们这次金山区公所 我们就分配到这样子体温量测器 这个机器其实非常方便 我自己本身我们也做过测试 它最大的成效还可以避免我们志工 原本我们是靠人工在量测体温近距离的接触 那避免近距离的接触 也可以减少这个疫情传染的途径 这台防疫神器是由合成新业股份有限公司 捐赠给新北市政府在经由民政局评估各公所需求来配置 而金山区公所就在配置名单之列 不仅是量测体温喷洒酒精的好帮手 亲切的台语发音以及侦测人脸是否佩戴口罩并贴心的提醒 也让看似冷冰冰的智慧性仪器变得相当有温度 它除了你可以上检主动量测体温外 它最主要还可以提醒辨识 如果您未戴口罩的时候 它会提醒您要戴好您的口罩 然后喷洒酒精 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个防疫力气 那另外因为金山地区也是个观光热点 那我们欢迎民众来到这个金山地区走春观光之雨 也别忘了防疫 戴好口罩请洗手注意自己的体温 而传统的农历春节要直到元宵节之后才算结束 近来虽然已经开工 不过走春出游的民众还是不少 区长也针对区内的观光走春热点来提醒出游民众 新年新气象走春防疫也是不能松懈 被戴口罩保持手部清洁与社交安全的距离 才能保护自己也守护家人 安心的享受走春之旅 记得奥平函金山采访报道 优优独备